大家好啊 陈乔安这个婚礼现场啊 被曝光 9月22日啊 陈乔安和男友恩人呢 相恋五年后啊 终于举行了这个 举办了婚礼吧 两人就是穿婚纱浪漫被曝光 这种亲密啊 甜蜜啊 让人感觉是非常甜啊 两人就是在海滩上就是奔跑啊 旋转啊 反正就是最近两人就是相拥吧 仿佛这个时间呢 就是静止在了这个相拥的那一刻啊 反正就是说体现了奢华 又神秘吧啊 摄影师呢 反正就是说也拍得非常好 啊 陈乔安在网上发这个婚纱照 就是说啊 终于穿上自己的这个婚纱了啊 反正陈乔安呢 演过很多电视剧吧啊 大多数这个结婚的桥段呢 是在这个穿婚纱这件事上啊 估计他都麻了啊 这次终于轮到自己啊 估计呢 才尝试这种甜蜜的味道 恭喜恭喜啊 两人举办婚礼呢 就是说在马来西亚啊 一个度假村 反正就是说这个环境呢 也是非常熟悉啊 这里应该是在五年前啊 就是说女儿们的恋爱 这种布剧啊 拍摄地啊 也是陈乔安和这个艾伦的一个定情地吧 反正就是说两人婚礼呢 就是在这里啊 说明他们将这份爱情呢 看得非常重啊 也非常浪漫 早在几天前吧 陈乔安和艾伦呢 就是说以及朋友啊 就到达了这个酒店 开始就是 共演啊 然后非常happy 婚礼现场呢 就是说大多数以鲜花为主啊 这种甜蜜浪漫 两人就是说非常浪漫啊 嗯 显得非常就是说奢华吧啊 这个桌上的这种花呀 餐具呀 以及这种摆件吧啊 都非常有品味啊 看起来就是说 两人呢 就是说花费了很多心思啊 两人就是说非常甜蜜啊 嗯 就是说 嗯 两人以这种方式宣布爱情啊 特别是就是说 这种口红啊 香水啊 就是说 嗯 拿回家也不会浪费啊 哎 反正就是说 陈乔安在这个娱乐圈 欢喜很多年吧啊 就是说这次婚礼呢 也是非常盛大的啊 就是说 他邀请了很多 圈内的朋友啊 以及非常好的 呃 智友吧啊 都邀请过来 哎 这其中就是说 明道和这个 嗯 郑元昌啊 做了这个伴郎 尤其是明道呢 不仅仅就是说 参与其中 他四岁的儿子呢 也出现在了 现场啊 参加这么个婚礼 嗯 反正就是说 感谢大家收看啊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他这个伴儿伴娘团队啊 又说 也是他这个比较亲的一个成员啊 反正就是说 嗯 他们当中只要有结婚啊 嗯 也做过对方的伴娘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